那sum跟kong的最大不一样是sum是加种 kong的话是比数几个的意思 算有几个 它不是加种 它是算几个数量 那其实在枢纽分析表 其实里面也很多 一定也是sum 一定也是kong 它也是做这些动作 只是说那个资料量大的话 用枢纽分析来做 会比较省时间 那我们比如说 这边有几个问题 像我们的这边 第一个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几个数字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没资料的有几个 大于十的有几个 那当然如果说 你要针对这个 像这个范围里面呢 做一些技术的动作 基本上其实只要利用 四个kong的相关函数 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其实你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统计类的函数里面的 c开头的 然后呢 也是kong开头的 kong ok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刚好四个 kong是计算范围里面的数字 kong是a是非空白 就是有资料 kong是brenning是空白 kong是f是条件 ok 刚好我底下不是有四个问题 1 2 3 4 那当然还有kong的if s啦 就是多个条件的 可能你条件1条件2都满足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ok 那这个地方kong 数字的话呢 就这个范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53个 这个范围里面有53个 其实就扣掉什么呢 那个 像中文 空白 true force 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 count这边 会把true force给扣掉 可是在VBA里面 有一个类似的函数 它是判断那个什么 is numeric 就是 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在VBA很奇妙 它会把true force当成是数字 ok 所以有一些些不太一样 那这里的话是会把true force 当成是 不是那个数字 ok 那有资料的话呢 当然就是 在这边统计是 也是count相关的话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这边打个C C-O-U-N count 然后A 有资料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 总共有59个 没资料的话 当然就是count blank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找count A下面这个 空白的 ok 这个范围 7个 所以加起来的话 等于就是有66个储存格 不过但是那个count blank 有的时候 因为像 有的时候也会判断错误 我还遇过就是 明明里面根本没资料 但是他判断 确实有资料 那个资料有时候可能是格式 遇过那个没资料 可是却判断有资料 这个当然有状况 可是 目前现在这个状况 目前是没有发生 不过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 像是还有一个函数 叫exprank exprank exprank 有没有 也是这个储存格 是不是空的 有的时候也发生错误 本来里面也是空的 他出来 确实有资料 我觉得莫名其妙 常常是因为 你可能那个储存格里面 曾经运算过什么 或者那里面可能有资料 没有清空 可是看起来实际上也已经清空了 但是还是发生问题 有时候你把它怎么样 再强制比例成下 或者是强制怎么样 把它用那个清除全部 他又好又好了 OK 所以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用blank 后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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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后面有个blank 那你可能要小心一下 确定是不是完全空的 条件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用什么 content 里面的话会有个那个content if 这个跟刚刚那个submove很像 然后范围给他 两个条件 quiteria 大于等于10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一开 他会自动帮你加双尾化 因为那把它当成是一个自串 按确定 第三个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会有三个这样的函数 那其中最重要是conve conve能做什么 请各位可以开启那个我们的范例档 在范例档里面 不是这个范例档 在那个我们的数学函数的范例档里面 有两个可能跟conve很有关系的 比如说黑名单筛选 那这个也是之前有个同学问的问题 他每天要处理这么多查询的名单 其实至少有非常几千个 那不过我是在那个一千个这边这个这个中段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先断一下 他每天要查什么 这些名单 是不是黑名单 那黑名单呢 里面呢 有非常多了 这边有两万多个 不过好像我 其实他跟我讲不止两万多个 很多很多个黑名单 这个要查的 这个是黑名单 他要做什么 把这个查到的黑名单 帮我放到这里来 贴到这边来 那当然呢 方法很多了 OK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又快速的 这个地方呢 其实后来我想一想 那你也可以用VBA来比 不过你可能要 最 不是那么聪明的比对方法是 怎么样呢 比如说这个一千个 你可能要先把第一个拿出来 拿出来做什么呢 跟那个 跟黑名单全部比完一次 再拿第二个 全部比完一次 再拿第三个 那你要比对非常多 可能要跑非常的久 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这里的话我想提示一下 其实 你可以用Conif 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问题 快速解决掉 Conif之后再配合一个筛选 就会找到 然后贴上就完了 大概三个步骤 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放给各位 先切到那个我们 刚刚的数学函数练习里面有个Count 然后 自己再加三个 一个是有资料 没资料 大于10 就分别是Count Count Count A Count Blank Count If 然后 主要是了解这三个 其实这三个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只要是你要算比数的话 都可以用这三个函数 就帮你解决问题